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微水箱一共使用 车外门它是可以左右开启的 开启以后我们就直接可以看到车辆内部了 我们看车门这里都是采用这种软包和车辆内部的配色是完全一致的 这是一个可以洗澡的地方 下面可以直接漏水 我们可以站在这个上方就能洗澡了 这里还有一个可以翻折的洗手盆 它这个淋浴喷头是可以撑出1.5米的 后期我们挂上挂钩在这个位置就能洗澡了 当然如果洗澡的话是需要拉上拉帘的 要不然会把前方的沙发座椅碰湿的 后期下方储物柜里可以放置一台隐藏式的马桶 上方还是可以储物使用的 整个架势也采用超多软包的材质 大家可以看这方向盘虽然还是福特新权的方向盘 上方采用的是头目 下方也是这种皮质软包 这款车在动力系统方面搭载的是2.0T的汽油发动机 匹配65AT的自动挡的变速箱 也就是说C1本C2本都可以驾驶 因为是国六排放的 所以全国都能上到蓝牌 金蓝牌也没有问题 当然前提是你要自己有指标 整个座椅也都是采用这种超纤皮的软包 而且乘坐起来舒适度还是比较高的 车门的门边这里全都是采用软包的材质 镶嵌的漆面其实是一种水转印的工艺 这款车是一个侧拉门的车型 我们如果想要进入车内的话 需要把侧门打开 座椅其实是采用2加1加3的结构 它是合载6个人的 像中间的座椅是非常舒适的一个航空座椅 可以多项调节 调节的按钮就在这个位置 同时也可以支持座椅摸通风和加热等功能 长途旅行做这个座椅我觉得舒适度会很高 还用的也是石木材质的地面 全都是这种蓝白相间的配色 它统一性做的是非常好的 厨房这里它配备有洗菜盆 另外一侧做的是一个茶台 可以便于我们在车里喝茶煮热水 内侧有一个比较小的电磁炉 但是我觉得电磁炉的使用几率不会很大 因为它在内侧 除此之外后方就是一些储物的空间 这种绒布可以防止家电储存在里面发生碰撞 这款车它配备一个12伏的电热水器 可以在车内使用热水 另外一侧是一个50升的车载冰箱 上方特别小的区域是一个冷冻室 我觉得可以放三四根冰棍在这个位置 它是一个12伏的抵制空调 是500瓦的 这款车的内部配备有3000瓦逆变气 400安时的电瓶 以及300瓦太阳能板 可以满足空调开一个晚上 没有问题 那么我身高是175 在车内将有些顶头 如果稍微矮一些的人 应该在车内能正常通行 上方这里整个是一个氛围灯 边上的这个装饰是一个云锦 这就是刺绣的一个工艺 然后下方的这里 还是一个包裹的这个饰板 就装饰起来 效果感觉特别的上档次 后方这里是一个三人的电动沙发座椅 这电动沙发座椅 是可以完全放平的 变成一张1米7×1米2的一张床铺 可以供临时休息使用 前方的航空座椅 我们向前推一下 然后后方的这个三人电动沙发 放平以后就可以变成一张床铺了 车辆内部带有这种商务车 比较常见的拉帘 可以保持一个车辆内部私密性 这款车还配备一台可翻车电视 还带有GBL的音箱 可以打造一个不错的视听感受 车顶部这里 其实就是一个二层的床铺了 床铺尺寸是1米2×1米9 床顶上采用的是种防水的材质 还有三个可以拉开拉链的窗户 在温度控制系统方面 带有一台500瓦的底质空调 以及燃油暖风机 和一台热水器 可以保证日常的使用需求 它售价是35.8万元 当然了现在有一个40万块钱优惠 也就是说31.8万元 就可以买到这款房车了 那么大家对这种多功能 上路房车感觉怎么样呢 好了如果您的房车感兴趣 欢迎您持续关注房车情报 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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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